因為物理治療師說 你痛的時候 就著它來走 你的姿勢就永遠都錯了 維他命D其實就好 幫到你的肌肉強一點 但你只吃維他命D就不行 你一定要加上運動 同樣的動作可以練習力量 而且肌肉可以幫助我們膝關節的穩定性 是會好一點的 那幫不幫到你 幫到 你看我這麼清潔 有空可以走 中文大學最近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有些老友記 他們痛症的頭三位 發現我全部都有齊 第一位一定是膝蓋 我經常踢球 一定出事 第二位就是背脊 第三位就是肩膀 今天我找了這位支持姐姐 拍真老友記 就是經常站在這裏煮食給大家 好東西吃 之前拍劇是走來走去的 你沒有時停 所以一定是頭三位你一定要有 中了 當然我們有你的親身經歷 當然有胡教授 告訴你你可以怎樣放肩 好 好嗎 我們先說一下 最近你上次跟你談過 你的左膝頭歌 是 接著就說要做右膝頭歌 做了 對 說一下這些痛症 現在你做了手信 做了兩個多月 我記得我做左膝的時候 很快就復原 見步如飛 這次是因為表面有少許感染 傷口 有些發炎 膝頭歌就腫了 你知道一腫起來 咬曲時會有些阻力 不太順 痛就是 我覺得我自己都可以很引導痛 不當它是一回事 因為物理治療師說 痛時就著它來走 你的姿勢就永遠都錯了 就算你康復 你都已經變成這樣歪了 或者遷就了 這樣就不好 所以我現在就算是 不用拐掌 不用輔助器也好 我走路 少許痛我都可以忍得到 是走回正確的姿勢 千萬不要走著走著走著 我先問問教授 是否其實一般的老友記 上了年紀 總會有這些 膝頭歌 我也是頑皮 我也是踢球 但他就乖 雖然他做事做得很辛苦 站著站著 是否一定有這些情況 不一定 但很多人有 看看是否很嚴重 如果真的很嚴重影響行動 就可以換膠 換完膠應該沒有那麼痛 做完物理治療可以多做很多事 但如果你不敢換膠 或者身體有其他問題 有些物理治療師教你做運動 也有幫助 因為你的膠旁邊有很多肌肉 如果你的肌肉強一點 就把膠磨擦得不太厲害 我這裡也想打斷一下 原來你換膠的條件之一 都是要你的肌肉夠強才行 你換了之後 原來你是肌肉流失的 換了之後也會磨擦得很痛 因為原來沒有肌肉去支撐著它 你支撐著它也不行 現在你全熟了 是的 好了 這個就是大家教授 我先問教授 運動是哪方面比較重要 有什麼提示給大家 好 剛才你說吃 有中醫看法和西醫看法 是 我們中國人有個說話是 以形補形 如果你的肌肉不妥 就吃骨 豬腳 那些 是完全沒有用的 我覺得是 對 例如你吃了 你安樂一點 安樂一點 因為你痛 有一點點是 你覺得不妥 又痛多一點 是的 心理作用 但是食物呢 我覺得它最大幫助就是 如果你說肌肉 肌肉強一點 一定要夠膽版質 即是肉類 但是另外有一個誤解 就是鈣 因為你痛或者你沒有力 人們說腳沒有力 即是你腳骨 那就骨 用骨來煲湯 然後他又吃鈣片 但是完全沒有關係 是 那時候我看很多病人 都是問這件事 但是你說喝牛奶有沒有幫助呢 牛奶有很多鈣 還有維他命D 維他命D其實就幫助肌肉強一點 但是你只吃維他命D就不行 你一定要加上運動 你那些運動要針對某一組的肌肉 讓他強一點 真的要針對 戴教授 你剛才提到太陽曬一下可以嗎 可以 你不要包著曬才可以 不行 我當然不要 因為香港人很多是曬著曬才可以出去 你每天曬大約四個小時 應該可以的 你不用特意吃 說一下怎麼可以預防 即是有些快要錄張 快要登錄 或者有些肌肉 即是怎樣可以預防這些痛症 你第一要明白它的來源 譬如我們說的膝頭骨 譬如你做運動 有些人跑步 在trap mill 其實那個很傷的 你們如果想知道 除了跑步 原來跑步會越來越傷身 有些甚麼運動 我可以做 健康蛋有一系列的運動 可以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要記住 不要強勁 不要像我這樣那麼頑皮 不聽話 我現在也是 那些是貪命 和經驗上需要 你做的 你經驗上需要 我是貪玩 今集健康蛋 除了有支持者之外 還會請來一位 在活力期連計劃的大使 跟大家說一下 健康是怎樣保持 在老有記的年紀 當然是運動 還有吃些甚麼 我們現在就一起去看看 蔡馬會靈活城市計劃下 有一個叫做活力期連計劃 對嗎 對 負責人就在這 Regina 我幫你問而已 很正 這個活力期連計劃 是怎樣幫助長者 其實我們這個計劃 主要是靠做運動 和教長者營養飲食的知識 健康主食方法 來提供長者身體的機能 維持他們身體健康 其實做運動 我們之前找了教練 設計一套運動給長者 他們一共上十多課的運動 主要針對他們肌肉的鍛鍊 身體柔軟度 讓他們不要那麼容易跌倒 身體柔軟一點 可能活動會痛症也減少一點 另外營養方面 有運動營養師 主要針對長者經常應對的問題 例如腦波子退化 肌小症這些 和增強抵抗力 幫他們設計一些餐單 教他們怎樣去健康煮食 即是少油 少甜 就讓長者一起去煮 透過飲食和運動 讓他們身體健康一點 確定好一點 不需要經常去看醫生 就可以自己去管理自己的健康 聽起來很吸引我 我們在拍片 希望將長者接下來學到的東西 可以透過一些短片 可以繼續傳達 即是一直都要看 是否Alisa在這裏學校 是 是 你聽否聽到Alisa的聲譽寒宗 差大幾歲 真的 不少 Alisa姐 是 你學到甚麼 在這裏計劃 在這裏學到甚麼 例如拉筋 我自己玩是開陸通團 每天早起床 玩完就喝茶 喝茶最重要 那幫不幫到你 幫到 你看我這麼清晰就知道 有空可以 Gigi姐 怎樣 我剛才聽到你的白頭湯 又膝蓋 又剛做完手術 這天那天 我們得到的年紀 其實我在她面前說是小兒子 不是你 是我 但是 你自己有沒有做一些 好像學到運動 可以幫助你現在的情況 我最失敗就是 沒有恆心做運動 我知道 有很多條件 即是說 你應該做些甚麼 最簡單的 我就做 例如按腳 是按腳運動 是的 因為原來做了這個膝蓋之後 你坐在那裡也好 你這樣一路動 它是有痛的地方 你都可以舒緩 我會跟旁邊的人說 坐下吃飯也好 對不起我做運動 即是近時我們一按腳 給爸爸就 是的 人搖蜜蜜蜜 坐下來 坐下來 你這樣移動 它也是好 好過不移動 另外一個就是 伸出來之後 腳尖向著天花板 一路扯著你的筋 這些最簡單的運動 我有做 對 但是你說真的出去走一個跨 或者做些甚麼 扶重力 對 你又不要引體上身 下墜 可以嗎 你扶著它之後 整個人墜下來 都是將你 沒有啊 這些弱腦有力 你不懂 對 對 你剛才跟她說 好 我們現在一起來按一下腳 一路按腳 其實我們在做運動 不如這樣吧 除了按腳 對 做些簡單的運動 叫Lisa和我們 一位教練 好嗎 好啊 有得學習也好 一路按一下腳 先按一下腳 先按一下 教練Alex 私人聖兩三個動作 即是幫一幫Gigi姐 即是有膝蓉哥 她又說 對 對 導遊機他們都需要這些 有沒有一些簡單的動作 在家裏做的 有的 有的 有這些簡單的動作 可以幫我們鬆一下肩膀 令我們的活動關節會大一點 首先我們有一個叫蹤擺的運動 首先可以走近 我們現在是做左手的蹤擺 右手扶著椅子 是穩陣的椅子 一隻腳前一隻腳後 然後身體向前 扶低少少 然後可以做一些 前後擺動的動作 前後可以擺十下 然後我們可以做左右擺 然後我們可以做一些打圈 首先我們現在在做逆時針 也是做十下的 這個動作其實相對上的範圍比較少 長者會比較容易做到 膝蓋很重要 膝蓋很重要 剛才Gigi姐已經表演了 伸直一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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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對的 是 還有甚麼可以做到的 不要坐在這裏做 經常坐在這裏做 然後是向後坐 對 坐一半 我們想著屁股向後坐 其實自然膝蓋都不會過腳尖 你可以兩個方法都提自己 膝蓋不過腳尖 或者屁股向後坐 還有一件事都很重要 就是膝蓋要對著腳尖 不要向它入面 也不要向它外面 對著腳尖 然後慢慢上去 上來的時候 可以想多些屁股收緊肌肉 這樣站在這裏 有機會因為膝蓋痛 會變少了 力量會慢慢下降 這樣會影響活動 透過這些動作可以連回力量 還有肌肉可以幫助膝蓋的穩定性 是會好一點的 好 很清楚 謝謝Alex 你說完了 不知道他能否做到 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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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又要HOLD五下 是 兩三秒 3 2 1 上去 上來的時候想多些 用臀部的肌肉去收緊 拆開它 對 下去的時候想想向後坐 對 真的很厲害 一腳就要 對 謝謝Alex 謝謝Gee姐 謝謝Lisa姐 總之記住 各位老闆娘 你如果覺得全身不痛 首先應該要看醫生 但也要做運動 不過量力而為 不要硬來 聽Gee姐說 硬腳也可以 總之就是令自己健康就好 他的目標 廣告 他把大会 見到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